性其實是在兩耳之間 不是在兩腿之間 我是童松貞 我來自台灣 是第一個從事性治療專業的人士 在台灣我已經從事性治療的工作 十到十一年 到大陸來已經三年多了 目前大概有兩三千個 經手的個案 很多夫妻關係 是我們這邊最主要的治療問題 我記得在之前我們處理到一對 就是獨生子女來就醫的狀況 因為他的父母親 還有南方的父母親全部都來了 為了是他兒子跟他的媳婦 沒有辦法達成這夫妻遠房的事情 對於性的知識完全一片空白 所以他們就這樣過了三年 三年都沒有有小孩 所以才來求職 我們所受到的教育都是APM的教育 所有的東西都是來自於APM文化 給我們受的影響 不然就是我們的恐嚇性教育 醫療上的性就是彈性色變 那一有性問題就是會及記憶 我認為這是大家最常見常見的問題 然後現在人其實他的那個 工作壓力很大 那很多人把過因關係不好 歸咎於這個工作壓力大 其實我認為是因為會把很多情緒帶回家 那沒有這個心情跟老婆真的坐下來喝杯咖啡 可以好好聊一聊 也沒有時間像以前我們可以這樣散散步 所以呢 就會造成人跟人之間溝通的狀況很少 格格越來越深 我常常覺得 大陸的人民在意這個 有沒有後代 比在意夫妻之間關係來得更為重要 但是夫妻關係的維繫 卻是一個家庭的穩固最主要的基礎 那我學了這個人類性學以後 我發現很多問題 並不是用上患者的思考就行了 所以我又到美國跟德國去學 所謂他們的性治療 那我在性治療領域裡面 我從來沒有看到他們使用手術或藥物的方式 我認為這個才是真正能夠處理 性這個科學裡面最大的精髓 性是鴨死駱駝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說我們認為 性關係是導致夫妻之間不合最主要的因素 但是在我多年從業的這個角度來看 我會認為一般夫妻關係之下 已經造成很多的問題了 性只是我們被看見的一個事實 那最主要如果要去尋找這個問題 就是要從生活去看起 所以我常常會說性治療師 其實是一個生活檢查師 你要從生活中去看到性問題 才能真正地去解決性問題 對親口女孩子的身份 我沒有想要去看 我找到我了 attended一個客戶 請你 你找到你 問我 我可以跟決定 感谢观看